我們現在要準備去清水寺 然後因為相機太重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影片就是都用手機拍 因為太重了 如果很手很抖或幹嘛之類的就請見諒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剛下完我們的那個地鐵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在前往那個清水寺的路上 然後這邊現在目前景色還算是現代化一點 所以等一下走一走應該就會走到一個比較古色古家的地方了 我剛剛買了一杯全家的咖啡來喝 對 但我覺得他們的咖啡系統比我們還弱 他們就是等要買杯子之後 杯子他們還要把它送出來外面的咖啡機放進去 然後我們再等這樣 在台灣就直接在後面直接用 所以其實方便很多啦 有啊這樣見得很辛苦 因為還要特地走出來 對還要特地走出來 這位小姐出來玩 嘿嘿 目的就是 睡飽 睡 他說出來玩不就是要休息嗎 睡飽吃飽 他剛剛說為什麼不回家睡覺 很累 為什麼我們要來爬山 這個坡好累喔 而且我們原本這個是 這一段已經是要穿和服了咧 對我們覺得下雨就不好走路 而且爬不會 好累喔 累死了 又下雨了齁 我們這次要追求 我們旅行就是要追求 放手 睡棒 好了我們到了青月市的這個入口了 我們要準備上去了 繼續爬樓梯 好了我們抵達了 很出現非常多的和服 日本咩 不是日本咩 不是日本咩啊 都觀光客 對啊 大家穿在和服就是 就是 蠻有味道的 融入在這個 石河裡 場景裡面 對 要繼續再往上走了 但這個門真的很漂亮 對啊 好我們來到這個 入口了 青水市入口 但好像之前 之前好像就青水市有 有好像國燒吧 然後就 正在正在維修中 大範圍都在維修當中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準備去 買門票 然後還是要進去一下啦 對不對 要去看一下 就是 加油好不好 把這地方 修好 讓大家繼續看到這個 世界遺產 世界遺跡 好不好 買票買票 一張好像是400塊 400塊是幣 那我們就進去了 這一個不就要進行洗手的體驗 對啊 來用這個聖節的泉水 進化你的森林 哇 就有這個很香的木頭味 這就是正在修理的清水市 修了很久了 這就是世界很有名的一個場景 京都跟清水市 explain 是 可以聽下去了 這個樓梯很美捏 妳的名字? 夢幻 這裡就是二年巴拉 一個非常古色古香的地方 妳看這邊這區 如果說在古代好像也就是長得這樣子一模一樣 非常美的地方 我們現在呢在走這個四條通 然後前面是花劍小路 但是這邊都有這個 很可愛的這個屋頂 路很大條很乾淨 然後就是非常日本的風格 就是古都有維持這種感覺很乾淨的樣貌 路上就是很多就是歡和服的人 這套我喜歡 妳喜歡這套? 這套是我今天看到我覺得最漂亮的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綠 非常無敵好看 豬啊 不要 掰囉 掰 八板橙色 很緊張 中央駕駛 我們行程走到底啦 我們最後已經要搭這個南海電車RAPID 就是前往機場 那這趟旅程就結束了 這也是不少第一次出國喔 對啊,對 覺得搭飛機第一次這樣還是覺得很恐怖對不對 騎飛有點可怕 就是離心裡的啊 這樣如果OK 好,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訂閱、訂閱、訂閱、訂閱 Yeah,掰掰 掰掰 看,看,看,看 x點燈